简报模板的使用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 让你更快地完成简报的设计和制作 使用自定模板可以确保你的简报具有一致的风格和品牌形象 首先选择你想要套用的主题范本 你可以使用预设的范本 也可以从更多主题选项中选择其他主题 将这个主题范本储存为范本格式 并指定储存的位置 这样你就可以使用这个范本来创建其他简报 而不用重新设计每个简报的样式和布局 在想套用范本的投影片中选取及储存的范本 即可这样轻松完成简报的样式设定 我们还是要针对简报的一个版型做配置 所以这个简报呢 你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再重新设计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套用现有的这个简报的template 简报这件第一件事是不是文案的生成 那现在简报那个整体的美感 不是应该也要被就是用template的方式快速完成吗 这就是现在我们要先学会的一件事 那我们就先用微软公司提供的template 请问我现在我们有template吗 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空白简报的template 就是什么都没有就对了 就是背景是白色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去套用微软公司 它已经自制提供的template 所以怎么套用 首先你要先选一种你喜欢的附景主题 所以档案新增 可以吗 请点档案新增 那你这边 你有没有看到它这里有很多种 那也许搜寻出来看到 欢迎使用PowerPoint的有机离子多面向 这是不够的 它里面有几千种template 随便你去挑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认识安菲他命 对不对 所以也类似像那个产品介绍 好 那就请你们用 用这一种好了 这一种 好 来请点多面向 然后快速点两下多面向 它是不是就开出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就是有不景主题的简报 我们先去看一下 简式的投影片母片 有没有看到 这边 这就是它的模板 简式投影片母片 可以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我的简报 就要套这样子的不景主题 接下来请关闭这个母片 就是检视 检视投影片母片 然后现在麻烦请关闭母片检视 那我现在呢 因为刚刚那个认识安菲他命 简报 我想要套这一个模板 所以我是不是先把这一个不景主题先储存起来 所以请点选 这个叫做简报 这个简式 这个叫做设计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 这一个 这一个叫做更多 然后请点选 其他 就是我现在要把这一个不景主题储存起来 储存目前的不景主题 为了等一下我们不要找不到 所以我刻意把它放在下载这边 请把不景主题储存起来 然后例如说我们现在取名叫做不景主题 今天的日期0421 然后储存 好了 这一个 这个范例啊 这个简报3 我们就可以关掉了 刚刚我的意思是说 我从网路上下载了一个不景主题 我就要套用给他 好 所以接下来 麻烦请点选 这边有一个叫做 我设计 请先暂时不要点他 好 我是要请你们学会说 假设你先去网路上去下载下载的是某一个不景主题 好 我现在要套用他 所以请点这个其他 然后这边浏览不景主题 然后请点选下载里面的这个不景主题 然后套用 请问一下我们这样子的简报是不是就被套用了 是不是就有了新的不景主题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这是必须要先学会的第一件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